让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证明他没有问题 不过值得的 张开记者会报告全传O-PASS 卫副部长陈时中绷紧的情绪在那一刻终于能放下 部长笑了 我想这个消息就够了 好来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记者会后罕见爆竖如雷掌声 陈时中拍一拍一起作战同人的背 一切尽在不言中 步出现场嘴角明显上扬 从8号晚间8点54分 已确认保平信号裁剪结果全数阴性 陈时中第一件事就急着上传跟旅客们报告好消息 这号什么名字 保平信号 保平信号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 我们可以回家了 累到脸邮轮名字都断片 陈时中露出腼腆笑容 淡淡的一句回家了 此刻催泪指数却何其大 广播完下船更向两旁防疫人员比出胜利手势 结束十小时的现场作证 对比8号上午11点半抵达基东港等待邮轮后案 当时陈时中表情严肃不敢大意 12点13分单传现场指挥 随后15分钟内两度亲自广播解释检疫过程 更为了安定民心 让我们的医疗企业 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 前后不过一周时间 4号才因包机出现确诊案例 让陈时中沮丧落下男儿泪 接着第二波包机卡关 和保平信号回台防疫作战 此刻终于打下完美盈役 不少网友也涌进卫福部脸书 只为了跟部长说一句 您辛苦了 九层医学里配宣特报道